近来国际上推出了一种新产品 是一种药 这种药的名字叫老婆 在国际上是相当畅销的 那么现在就说一下老婆这种用途 就说一下说明书吧 品名 明天俗称老婆 正式场合可成妻子或内人 爱人也可以 先一叫大灵 就是亲爱的 化学名称呢 威名或者是汙门 成分呢 水 血液 脂肪 脂肪类 碳水 化合物 气味特香 要不你闻闻你老婆 理化性质呢 性质活泼 根据情况呢 可非一家 二家 三家 一家叫一婚 二家二婚 三家叫三婚 或者是N家 N婚 亦容易蜜语甜言 在真情 钻石 金钱 豪宅的催化下呢 融点降低 亦难容易白低 性状是什么呢 本品为可乐状 凹凸 表面光洁 额头肺光洁 连带也很光洁 涂有各种化妆品 对钻石 薄金 有强烈的亲和力 女人就是时光花钱 羞涩时产生红衣现象 生气产生 蓝衣 本品随时间推移 产生黄疑 形状会有所改变 但不影响继续使用 组织 或者功能组织 组织 单身恐惧顽疾 或者是对失恋 或者相思 并也有明显的效果 我们现在需要老婆这种产品 来治疗我们 单身症状 下面说一下 用法与用量 建议一生一片 一生两片是犯法的 一生三片更犯法的 不过在中国古代 好像一生可以吃好的片 对 一夫多片 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本品呢 仅使用于单身 或者成年的男性 像我们俩 同性恋在中国 对 服用时 需要小心谨慎 如药品导致使用者 出现耳朵变软 就是怕耳朵 四肖发 巨内 气管炎等现象 就是气管炎 怕老婆 则必须马上找相关专业 医师咨询 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没有的可继续使用 多吃呢 这个有致命的过敏反应 吃凉 三种以上呢 就会导致不良的相误作用啊 你们得慎重了 虽然当时吃口感不错 但是后遗症很大的 规格 通常为四十五千克至六十千克 七十五千克的考虑考虑 如果出现特殊超重情况 请男人加强锻炼或找健康医生处理 怎样储存老婆呢 这个很简单 常温下妥善的保管你的老婆 室内的通风要最佳 如果在室外呢 一定要避免女性 男性也不说的 请男人 避免帅哥成群接触 嗯 实用期间 游记本品 夜不归宿 对 一定要看好你的老婆 嗯 不过白天可以不回来 嗯 努力赚钱养老婆 包装了各种石砖 首饰 手带 并随季节的变化更换 所以嘛 男人 一要为日事业 二要为老婆 所以挣钱是很重要的 因为 老婆要花光你的钱贷的 有效期 time 是幸福程度而定 最长可达一生 一生爱你千代回 最短 一天也可能失效 他不理你了 批准的号 正式批准的号 见遵戒 说明书 飞业 生产几页呢 老丈母 或者丈母娘 或者老丈人 或者老爸 嗯 可以了